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时时刻刻都在不断的潜流变化 空是变动而不永恒存在的意思 空并不是等于没有 它是深深不移的有 变变不移的有 一般人说的有只能看到表面 而不能看到它的本质实际 任何东西任何事物 它表面有实际是空的 实际空的原因是表面经常在变 佛法讲的自信空因缘有 而因缘有它是有变化的 变化不定的 不停的 不留的 因此我们称之为无常 它是在空中有 有之中是空 佛教说的空是不空不有 那才是真正的空 空是空叫做真空 真空叫做包含一切 你的身体还是真空里面 你的心还是真空里面 所以我们观主在菩萨 神经观主在菩萨 行亲 噗着菩萨 就是教肩五文改空 这个五印就是生命法 缘起法 既然生命法缘起法 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主族性 主族性没有主族性 但是它就是说没有主族性 但是这个色 受胸行色 就是到达真空境界的是没有瘦 没有想没有死 就是你要把那个轮回性给斩断掉 所以说我们说的是真空话证 真空话证这人要说的 说很久了 所以说简单就是说 你这个是一个主族性 叫做心 应该叫做真心 真就是无计 无计 不变 不败 因为不变 不败 那是真 你如果说会变会败 就没真了 所以说无常就会变 无常就会变 这个苦风就会变 所以说 唯有不变 不生 不昧 才是永恒的真 这永恒的真就是这样 想要真真正的佛性 就是咱们都会说的 安人 有佛性 这佛性 佛法所说的 名词有很多 就是说 他所说的 都不理 在佛性 跟真性 佛法讲的空是不寂寞的 非常热闹的 因此 无常是从变动之中 从有之中看到无常 因为无常又讲的是无我 无我是没有连续不断 不动的 不变的我 临时的有 不是永恒的有 这叫做空 又叫做无我 如果懂得信空的道理 烦恼会少一点 忧虑会少一点 努力就会多一点 法杰新闻 廖杰林 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